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与你的心灵同在 公主什么都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耶稣对门徒们说 当人只在他的光荣中 与中天十一同将来时 他要坐在光荣的宝座上 万民托要聚在他面前 他要把他们鼻子翻开 好像木人翻开绵羊和山羊一样 把绵羊放在右边 山羊放在左边 那时 君王那时 君王对那在右边的说 我父属江湖的人 你们来吧 承受自从创世以来 给你们预备的国度吧 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我吃的 我渴了 你们给我喝的 我做客 你们收留我 我十身落体 你们给我穿的 我患病 你们看顾了我 我 我在监狱里 你们探望我 那时 一人回答说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 见了你饥饿 而供养了你 或口渴 而给你吃的 给你喝的 我们什么时候 见了你做客 而修留了你 或十身落体 而给你穿的 我们什么时候 见你患病 或在监狱里 而来探望过你 君王便回答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 凡你们对我这些 小兄弟中的一个 所做的 就是对我做的 然后 又对那在左边的人说 可走妈的 离开我吧 到那给魔鬼和他的使者 预备的 永活里去吧 因为 我饿了 你们没有给我吃的 我渴了 你们没有给我穿的 我做客 你们没有收留我 我是身落体 你们没有给我穿的 我患病或在监狱里 你们也没有来探望我 那时 他们要回答说 主啊 我们几时见了你饥饿 或口渴 做客 或是身落体 或痘病 或座奸 座奸 而没有给你 教老 那时君王回答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没有给这些弟兄人中所做的 便是没有给我做 这些人要进入永乏 而那些义人却要进入永生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我们刚才听到了耶稣的这边 跟祂的门徒的这边福音 耶稣讲得很清楚 耶稣把自己就是当做这些弱勺者 祂要我们在弱勺者身上看得到祂 我有一天跟小孩子 我们在教他们道理班 我在教他们我们能够做什么才能够进天国 我讲了道理完又开始问他们问题 为了做个回顾 那我问小孩子 如果我很有钱 把我所有的财产卖出去 我赚的钱来帮助穷人 我会不会进天国 一部分的小孩子说会 另外一部分小孩子说不会 我觉得可能我的例子不够清楚 那我就觉得好像我教的半天 他们没有听进去 那我就问他们 那我怎么能够进天国 就后面有一个小孩子举手 我说 他说 神父 你要先死 你先死才可以进天国 如果你边卖你的东西也没死 你还是进不了天国 所以你必须要先死 才可以进天国 才可以进天国 我说 所以我们才能够被耶稣救 救到哪里 天国 所以兄弟姐妹们 今天的福音 耶稣所说的 祂要我们做的是什么 我们要死于我们自己 让耶稣活在我们内 耶稣来用我们的生活 今天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 我不需要死于什么 如果我没有再死于什么 我也进不了天国 这个是今天很大的道理 我必须要死于什么 在你的每天的生活当中 有没有感觉到你一天比一天 好像在死于这个世俗的生活 如果没有感觉到 意思是你的进天国就很难了 我们的每一天比一天的世俗的生活 慢慢就要每一天 一天比一天在死的时候 感觉到在死的时候 意思是我们有机会进天国 那耶稣把这节讲得非常明白 就是透过什么 我们为我们的兄弟姐妹们的服务 给一杯水啊 一杯茶啊 服务啊 可是我们常常做的是什么 我们常常是把穷人赶走 不是把贫穷赶走 可是我们要交战的不是穷人 我们该交战的是贫穷 透过我们对穷人的帮忙 我们对需要的人的帮忙的协助 这样我们是在跟贫穷交战 可是我们不是跟穷人要交战 所以不是一看到穷人 就要把他们赶出去 反而我们看到穷人 必须要行起我们内心的爱 去关注他们 帮他们能够离开这个穷苦的生活 这样才可以进天国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属于的 属于的一个态度 这个世界还有那么多穷人 不是没有爱心的人 可是还有那么多穷人 是因为我们没有死于我们 我们称称称的该错的爱的 我们必须要死于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所帮助人的长长是多余的 可是如果我们死于自己呢 我们会去帮助人 这些穷人也能够离开他们的这个贫穷的生活 我们去求人的天主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我们必须要死于罪恶 要接受耶稣 给我们的生命